搭台铁刷卡近债 民众已经很习惯 但上面的价格 未来可能调涨 通勤族真的要哭了 除了电价连车票也可能调涨 外传双铁 北捷和公路客运 都可能提高票价 其中台铁和客运已经有方案 那国道客运是18年没涨 没有调整 台铁是28年 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 那台铁现在是还在草泥阶段 这个我想说就由他们 透过公司的这个程序董事会 再来讨论 同样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TPass都吸收 TPass也不会有调整 王国才强调和电价 没有绝对关系 只是大众运输都是用电大户 像是北捷以2023年为例 电价大约23.84亿元 就占了营运成本的13% 用电大户高铁和北捷 平常就会像这样子 机动性的调整 电幅梯的使用时间 从小细节着手 就能省出不少电费 对于电价和票价因应 北捷指出会密切观察 台电电价的调整方案 审慎评估 高铁也表示 将会依照合约相关规定 进行整体评估后 事实报警 董事会讨论决定 三一轩许 赵云轻庆 看到了